早会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初爱集记的26章 上一章讲到灰幕里面的至圣所和圣所的物件 而这一章会讲到灰幕里的至圣所和圣所从外面看到的藏幕 有灶顶包主 令外面的光线不能进去 藏幕外面是外面 是个露天的 神清楚的指示墨西制作藏幕和灶篷的每一个尺寸和材料 而这些都有含义 例如藏幕有纪录婆代表属于神 并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分别是代表属天王权和救赎 此外灶篷第一层的三羊毛代表着荣耀的主耶稣 第二层染红色的公羊皮是代表救赎以所做的服饰 而顶盖的海狗皮本是很难看 但却很坚韧杂实 代表着保护 灰幕又称为藏幕是一些人敬拜神的地方 也象征神住在百姓中间 由于他们在旷野迁移 灰幕是可以拆除随时移动 今天灰幕乃是代表着教会 我们敬拜的地方 我们要如何来建造神的殿 从此里我们要晓得 建造教会的原则上其实最重要是 从里面开始是印着至圣所 我们看见神的同在 玄至于的保护并在当中侍奉他 这是教会所需要的实质 但是从外面看只是看到难看的海狗皮 所以重点并非是其美乃是其坚固和耐用 故此所建造的教会是要长久而非美丽而已 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另有一副的慢子 将两者隔开 由于至圣所十分圣洁 没有人可以进入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 方可进入 从这一章开始到后面几章 都是对灰幕各样物件的设计都讲得非常仔细 表示神很留心细微的事 神对我们细微的事是留意及关心 有些人觉得神太忙 我们不要将生活上的细微的琐事去烦扰神 这样的想法是错的 神是全能的神 在他没有难成事 他对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生活上的细节 上帝都非常有兴趣 关于灰幕一切物件的设计 神多次强调要照着他在山上 上面指示的样式去照 藏幕是敬拜神的地方 这等于是说敬拜的事 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 照样我们敬拜主不是用人想出来的方式去敬拜 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式 谁要我们拍手 我们就要拍手 谁要我们举手 我们就要举手 谁要我们跳舞 我们就要跳舞 这是神所学的方式 在敬拜的方式 神是主角 我们要依照他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他 教会不再是一个建筑物 像灰幕一样 它不单只是建筑物 它里面有神所要的方式 和季节 我们建造神的家 不单靠外在的装饰和建筑 而是里面内在的扎实和稳固 你看神如何 让每一件事情都细细相连相关 是靠述以色列百姓 建造灰幕 不单要稳妥稳荡 也不能失去他的根基 什么才是我们建殿的根基呢 让我们使遵照神的话和心意 来建造神的家 让最定的荣耀 大过先前的荣耀 月城赐福 听他话语的人